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士顿总领事李强民 上周六在美南新闻国际贸易中心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颁发抗战英雄纪念章给抗战老英雄 陈继远 肖继书 陈书坤 许绍平 徐立超等五人 另有三人 于后裔 张义三 当天因事无法抵达现场 将交由美南新闻单位转交 请看本台记者相关报道 美南报系董事长李维华先生 首先在颁奖典礼上致欢迎词 欢迎总领馆代表 乔介社团代表以及媒体朋友们 他说 我感到非常骄傲 在美南国际贸易中心举办这个颁奖盛会 我本人是在昆明出生 而飞虎队陈大德将军 当年就是在昆明战斗 并生活了许多年 李维华董事长也向大家预告 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 将于今年的11月7日 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大型综艺晚会 预计将有超过3万人出席此盛会 这也是告诉现今的年轻人 二战的那一段历史 李强民总领事也在颁奖大会上 向在场的二战老兵 表达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 向各位的敬意 各位在70多年前 协力同心 共赴国难 今天我们不仅追忆过去 还要转往未来 向整个中华民族 视死如归 摆折不挠的老兵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讲情谊 是重感情的民族 我们感激美国友人 飞虎队员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现身 中国玉皇化工集团 甲醇厂的奠基仪式 也颁发了金制奖牌 给七位飞虎队员 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 中美两个大国深化友谊 共同面对挑战 深入探讨 达成了广泛共识 如今已有49项成果 相信中美两国合作互利 对世界的和平发展 将有重大的影响力 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 内尔凯勒威 以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的 发体人身份致辞 他感谢二战老兵 感谢李维华董事长 让他们的基金会 在国际贸易中心安家 他们最后的理想是 建立陈纳德将军学院 并完成先祖的遗愿 希望他们的飞虎队 还能在天上飞行 最后由中国驻 休斯顿总领事馆 总领事李昌明大使 依序颁发奖牌 给抗战老英雄们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